近日 四川乐山警方成功破获一起特大危害珍贵宾威野生动物案 共抓获犯罪嫌疑人30人 查扣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熊猫活体63只猎狗4条 以及作案工具等若干 冻结资金135万余元 涉案金额上千万 据介绍 2022年4月15日 乐山市公安局森林警察支队 接到四川省公安厅森警总队下发案件线索 小梁山地区有一伙人猎捕小熊猫 迅速成立专案组开展工作 围绕嫌疑人杨某某展开调查 发现此人试赌且无固定工作 经常在晚上往返于乐山 马边和成都 这样的行动轨迹引起了他们的警觉 随后加大了对杨某某的调查 最终于2022年4月 在杨某某车中发现了小熊猫的毛发 自此 乐山公安进一步怀疑杨某某 是这个犯罪团伙中的一员 于是 公安对杨某某的关系网展开调查 最终发现 他正是该犯罪团伙的中间人 串联起下游的猎人和上游的收购商 经调查 杨某某下游的猎人多达数十个 全是马边当地人 上游则是一家乐山市外的养殖场 猎人在马边县大主宝乡 雪口山镇 三河口镇 猎峰镇等地 猎到小熊猫后 以2500元到4000元不等的价格 卖给杨某某 杨某某在以1万元一只的价格 卖给养殖场 养殖场拿到小熊猫后 又以高额的价格卖给外地 乐山警方经过调查 充分掌握了杨某某的活动轨迹后 于5月30日在多部门通力协作下 专案组民警在都江验室 将正在进行小熊猫非法交易的 犯罪嫌疑人杨某某 严某等人当场抓获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